拿自己亲手制作的手枪暗杀安倍晋三 枪手山上彻野向日本警方坦诚 自己是参考YouTube影片来制作枪支 日本警方还从山上家里搜出两把制作到一半的枪械 显示山上不只自制武器而且敬意求精 不断测试怎样的武器能有最大的杀伤力 此外山上的新供词还有这件事 换句话说不止枪支是亲手打造 山上连子弹都是土法炼钢 他从去年秋天下定决心犯案就开始准备弹药 而且现在传出他的犯案计划不止在奈良 山上供称如果在奈良现场暗杀安倍失败 他将搭乘新弹线前往祁域线 因为按照行程表安倍当天下午六点半 会出现在其余的大公车站前为党内同志助选开甲 此外日本警方也到距离案发现场 三百公尺外的统一教会奈良分会调查 因为就在案发前一天传出山上在这里开枪 安倍遭到暗杀 日本还担心有模仿犯 没想到南韩却早一步传出总统尹锡悦受到死亡威胁 有网友扬言要去龙山总统市开枪 还好南韩警方已经循现逮捕嫌犯 TVS新闻才跟你综合报道